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道格拉斯是认为说考虑到上到月未来主权财富基金董事会将会在明年 也就是2024年1月1号开始运作 因此授权提取这个资金的期限为20年是恰当的 1.8 billion for year 2024 2.300 million annually from year 2025 to year 2028 3.3 up to ringgit militia 550 million annually from year 2029 to year 2033 and four up to ringgit militia 650 million annually from year 2034 to year 2043 烧拉月总理政治秘书Michael Mujer-Lihan刚刚在星期二被设委为新任的上议员 以在上议院来代表烧拉月发声 他在议会当中在获得大多数州议员的支持之下 接受了这项委任 那这项委任由副总理道格拉斯在州议会上提议 并获得副总理拿督阿玛阿旺登亚的复议 带你来认识这一位Michael Mujer-Lihan 他曾经在2009到2016年期间担任两届的烧拉月图保党布拉贾的区部主席 那2016年呢他就担任图保党穆鲁区部主席 以及沙总理的政治秘书到现在 那此外呢他还在2010到2020年期间担任图保党最高理事会的成员 那他也活跃于各个非政府组织当中 例如担任过马来西亚乌鲁人联合会的执行委员 以及沙拉月乌鲁人协会的副主席 那Michael呢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表示说 他对沙拉月政府委任他来担任上议员表示感谢 并承诺将在未来尽最大的努力来履行上议员的职责 那这次Michael的委任是由于现任国会上议员 Dato Nguyen Jalouin将在今年12月10号任期届满 因此才腾出了一个新的上议员的空缺 我们再来换个焦点 昨天在第19届的沙拉月州议会上 以多数票来一致通过了2023年电力修正法案 由沙州议长Dansree Mohamed Aspia 也在通过了之后做出这项宣布 那与此同时呢 沙拉月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Dato Sri Jalaki Narawi 就解释说这一项法案需要更新 以推进沙拉月政府的政策 我们的亲戚 包括我们的亲戚 沙巴 Brunai Darussalam Kalimantan Indonesia Singapore Singapore And Peninsular Malaysia And see enabling our people and investo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duction Or generation through the installation of solar energy system And cascading hydropower in our rivers Jalaki昨天在州议会大厦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也说 12月能源公司将从这种新能源当中获得收入 并通过他们来拥有的这个输电网系统 向消费者来进行分配以及供应电力 在Jalaki提升2023年电力修正法案二读的时候就表示说 这项法案可以帮助政府把沙拉月推上东盟能源中性的政策 他表示这项修正案通过向沙拉月以外出口可再生能源 来加强沙拉月作为东盟能源中心的地位 同时我们也关注到沙拉月柔佛沙巴以及SJS 2023年青年交流计划 这项计划的目的是在加强沙拉月沙巴和马来西亚半岛青年之间的团结 沙拉年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 Nadu Jelada表示说 这项计划涉及沙拉月柔佛沙巴的45位青年领袖 那在今天的第十九届 沙州议会的问答环节上 他就回应了特联区的州议员罗斯顿的提问 与此同时他也表示说 他的部门一直和各个机构和废政府组织来进行合作 以提高沙拉月青年的技能和领导能力 来关注可持续水力发电的最新进展 沙拉月拥有高达2万兆瓦的水力发电潜力 以在沙拉月河流上建设水力发电大坝 杜邦区州议员巴茲汝丁表示说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控制水流的同时 也为水力发电来提供更好的可持续性 他星期二在第十九届的上拉月 有州议会会议上参与2023年电力修正法案的辩论环节的时候 就解释说通过使用新技术水力发电大坝的建设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 更好的控制水和水灾的管理 那再来就是也可以实现水库水体灌溉 再延伸发展出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 天然气聚合商在实现沙拉月政府 拥大国内天然气供应的愿景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龙亚区州议员达阳诺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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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说 那达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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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些需要天然气 来开展业务的业者们 乃至消费者们来提供天然气 同时加强改进和扩展现有的网络 最后带你一起来看看 2030年沙总理愿景之 生态友好交通篇 以上是今天的UKAS华与新闻 想知道更多的新闻资讯 欢迎浏览UKAS所有的社群平台 同时请你时刻关注UKAS的官方网站 UKAS.TRAWA.gov.my 和订阅UKAS的YouTube频道 就可以随时掌握 最新的新闻资讯 VC Premier 2030 Transit Awam Pertama di Dunia Menggunakan bahan api berkuasa sel yang akan bergerak di atas laluan khas BAS-BAS HIDROGEN & ELECTRIC Dengan kepimpinan Premier yang berwawasan Sarawak akan menjadi peneraju di peringkat nasional malah ke peringkat global di dalam pelaksanaan pengangkutan mesra alam VC Premier CMAS.TRAWA.MEN & ELECTRIC 2030 CMAS.TRAWA.MEN & ELECTRIC CMAS.TRAWA.MEN & ELECTRIC